大家好,这次呢,教大家打开全能模拟器的游戏 我们点击此处,进入全能模拟器 进入之后呢,我们首先是要选择核心 然后再选择游戏 我们先进入这个核心选项 我们新的机子需要下载核心 首先要确保你连上了网络 连上之后,点击此处 下载核心之后,在中间选择你需要用的核心 下载完成之后,再加入游戏 我这边有个线程的,就不现场下载 点击,我们已经选择了一个核心了 此处,此时去选择它的这个游戏文件 刚刚我选择的是FCE的核心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去找这个FCE的游戏 好,我们去列表中找NES这个文件夹 找到了,这个NES,点击进入 然后点击游戏,即可开始游玩 大家好,这次呢,教大家使用全能模拟器的连击功能 首先呢,我们两台机器啊,要确保连上一个网络 然后使用同一个核心,再进入同一个游戏 这三点很重要 我们首先先选择,我这边有个下好的核心 我就先使用它 第二个机子也跟它一样 然后再选择游戏 游戏切记要选择同一个 我们刚刚选择的是FC的核心 我们这边就去找FC的这个游戏 这边,然后选择 然后第二台机子的操作跟它是同样的 我们先进入这个外卡的游戏目录 然后给它找 好,NES 进入,他们现在都进入了同一个游戏 此时需要一台机子做主机 让另一台机子来连接它 这样子才能实现双人游戏 我们选一台机子做主机 就这一台了 然后点击这个房屋的图标 然后给它找到这个网络 第一个 开始这个 它做主机 然后可以看到 它已经作为了PE这个玩家 然后第二台呢 进入 这个全能分析设置 然后也是一样 选择这个房屋图标 找到网络 它要选择的是第二个 输入它的IP地址 然后它的IP地址 我们要怎么看呢 给它PE 也是再进入房屋图标 然后在这个网络设置的下面 能看到它的IP地址 然后再选择第二个 点击进入 这个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IP地址了 我们要跟着它输入 192 点 168 点 141 点 512 完成之后 点击start先 然后它们就实现了连击了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两台机子是同步的 石 half Did you know that 我都尽畅意 粘子 唱 音乐 唱 音乐 唱 感谢观看